今天要來關心的是雙城隊的比賽 因為今天雙城隊的先發投手 前年劍太 他當然也是來自日本的一位先發投手 目前前年劍太和雙城隊 在美聯中央區占居龍頭的領先位置 也是美中唯一一支勝率超過五成的球隊 那麼今天碰上同區的老虎隊 在主場他們啟用前年劍太 擔任先發投手 希望可以完成這個迷你系列賽的橫掃 因為他們這兩支球隊 上個禮拜才剛剛交手過四場比賽 而且老虎隊贏了其中的三場 老虎隊贏了其中三場的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 就是今天老虎隊的先發投手Ryce Olsen 提到Ryce Olsen 他生涯在大聯盟當中 總共出賽的13場比賽 獲得了二勝五敗的成績 投手自責十分距離是4.45 他這13場的出賽當中 有十場擔任先發投手 而他這兩勝 你知道都是從誰的手上拿到了嗎 沒錯就是從雙城隊的手上拿到的 所以他不但對上雙城隊拿下了二勝零負的成績 而且投手自責十分距離只有0.79 所以今天雙城隊想要贏球 除了前天見他要表現好之外 另外他們的打者要想辦法能夠突破 Ryce Olsen的頭球 今天Ryce Olsen身為民尼蘇達的全民公敵 他在這場比賽當中表現並不是這麼理想 在第一局的下半 Royce Lewis他就打出了相反方向的安打 也讓雙城隊在這場比賽當中先持得點 來到了第三局的上半 22歲的Reilly Green 也從前天手中打出了兩分打點的全力打 而在同一個半局 Spencer Talkerson他打出了陽春全力打 那麼前天見太在這場比賽當中主投了4局 失掉了4分就退場休息 而Ryce Olsen今天終於不再是 民尼蘇達的全民公敵了 他今天扮演的是民尼蘇達大家最歡迎的角色 而Talkerson是另外一位在這場比賽當中 雙城隊的關鍵人物 因為他在這場比賽當中到了第七局上半 他揮出了單場的第二支全力打 今天在他個人單場雙翔炮的加持之下 當然雙城隊在這場比賽當中得分 可以說是產量是蠻大的 而這一次被他打出全力打的苦主 就是Griffin Jax 而下一棒的Cary Carpenter 從剛剛那位投手也就是Jax的手中 再接再厲上演了全力打接力大賽 那麼也打出了一支陽春全力打 在第七局的上敗 老虎隊在這場比賽當中一口氣攻下了4分 那麼以7比4領先的雙城隊 不過來到了第九局的下敗 雙城隊在這場比賽當中 這時候才展開了他們的絕地大反攻 而Jorge Polanco打出了兩分打點全力打之後 Max Kepler再補上一支陽春全力打 雙城隊一口氣追回了3分 也讓雙方的比數呢 在比賽當中急劇的拉近 但是沒有想到最後 老虎隊還是技高一籌 在這場比賽當中最後把比賽給贏到手